再來這裡是新北市的三頂部 早上六點多 坐在六十五歲的鄉親 天下不降 就去白天賣三口 塞車要回到補火的半路 突然間 從這個路邊一直撞過去 家庭在停車街 四十出台的歐洲外 像在撞補零球這樣 撞到四山倒 這鄉親自己也撞到整個臉都來浪費 這鄉親並沒有喝酒 他說他的車 向向來補充 他才會沒辦法來控制 路邊停車街裡面 整台車 車上車載到鄉島塞外 有的歐洲外人家又撞出去 因為都會收過多熱 車還寫兩百七十多 車在千百元 加速開門路車 用手指面 才發現自己也中傷了 這幾台車 車主都是躲在旁邊的石窟 因為第一次停車中有叫車在當庭 大家早上騎乘 要搬車出門 所以發現車海旗沒辦法停當 我就是車擺讓輪充出去 不過沒有人真好玩 海頭的 你說我要去當路媽媽 救護車來到現場 先把家屬送去便宜治療 附近祝福公一直在車擺擋 那時候說要回來報匯 想不到會跟別人的機車撞過去 駕駛臉部差錯傷 經酒測 酒測直為零 送往三重醫院 現場調查完 都總有四十七台機車 新的滾頭皮 他的車車頭沒貓下去 加速加速有下安全大 安全家 幾百元崩開 如果車是怎樣 沒辦法好好控制 警察會再進一步 都公斤通常地取潮 警察會再進一步 很安全大 conditioned 警察會的心理